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一大早 藤密河小学的老师彭少贵就接到电话 说他等了一个多月的信已经到村委会了 接到电话后 彭少贵赶紧到十四公里外的村委会去取信 之所以这么着急 是因为这封信决定着一个女孩的命运 这顶线应该是有个封信给人的 我们的村里的 看一看是不是正就是给我打电话说那一封 如果不是的话 我要尽快地去取信一下 还不是那封 好像他说他有狗技 其实这封是 只是他让我转给这个 陈兴林的 还有 那附近镜那一封还没有来到 真是急死人了 那一封不知道 这并不是彭少贵等的那封信 这让他很失望 彭少贵告诉我们 那封信来自北京 是一位大学教授寄给他的 而他的学生陈兴林能否继续上学 就要看信里的回复了 焦急万分的他给香酒店所打了个电话 你好 我说这特别人的彭少贵 我问你你有点索是个有心 啊 有点索 啊 你不是有点索的 啊 你是有点索 我是 你不要忘了 我是彭少贵 个有心的 我问你 我说 啊 我有个方案从北京来的 哦 有个方案 我是北京的吗 清华大学 哦 哦 对对对 北京 北京清华大学两期间 是是是 从村委会到邮电所 还有十公里的山路 彭少贵一刻也不敢耽误 赶紧上路 藤内河至今不同公路 从前村民下一次山 就要走六个小时 直到2009年底 才修了一条三米宽的土路 因为山路遥远 有时一封信 就要在路上 耽搁两个多月 原来彭少贵曾经教过的学生陈兴灵准备复读明年参加高考 可是因为家庭贵 根本凑不够复读的四千元学费 而这封来自北京清华大学教授的信 正是告诉他 陈兴灵的复读费可以免除 到封兴灵医医中补习 根据该森的实际 除书费外 免除该森的一切费用 也就是佐州付读费的免除了 总算我们跑了几趟 总算我们的费 这条从藤灭河到邮电所的二十公里山路 十四年彭少贵不知道跑了多少趟 和北京教授来往的书信也多达四百封 而每一封信都改变着村里孩子的命运 这里就是彭少贵所在的藤灭河村民小组 其实这并不是原来的名字 六十年前这里被称作小米山屌养院 那时云南凤庆云县永德三处发现麻风病 当地政府将87名患者集中在这里救治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麻风病被彻底治愈后 医生撤走了 小米山屌养院的名称也随之而去 因为山上有一条河叫唐灭河 村庄也因此得名 而这个小村落却从此留下了被人歧视的阴影 我特别令我印象最深就是有一次我去寄一封信 但是到了游定所里面 那一个人把我的信接过去 因为他看到这里的地址写上小米山屌养院 那个一个人看到 如果说他骂我一顿把我的信接过去 我还能承受 他看到这个小米山屌养院 看到这两个字他说 哎呀这是麻风 你是麻风人 不能来这寄信 只能让你们管理人来寄 他就把我的信了 已经拿了看了之后把我的信递还我 因为不被外人理解 那时唐灭河没有学校 也没有老师愿意来村里教书 彭少贵的父亲是麻风病人 14岁时中途退学来唐灭河治疗 而他也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 所以彭少贵和村里的孩子 从小就是跟着父亲学文化的 我教的他一顿文化 他又能教其他的孩子 父子嘛 就教我说他学最好 那时的彭少贵根本不知道学校是什么样子 更不知道老师是什么概念 直到有一天 他和母亲放牛时看到的场景 让他终身难忘 我就记忆看到学校 那是什么 他们说那是红旗 我说那是什么是红旗 他们说学校里有生旗子 一会儿就看到那些孩子们 从那里跑出来了 那么在那里玩耍 一会儿就跑到里边来 就听到他们 我说他们是在做什么 我妈他们就告诉我说 他那些学生在读书 那天看到的情景深深埋在彭少贵心里 就是因为村里没有学校 没有老师 没有正规的上过学 成了彭少贵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直到1992年彭少贵18岁时 藤灭河才有了第一所学校 可是因为藤灭河的历史由来 很多老师都来了又走 1999年 已经外出打工五年的彭少贵回家过年 听说学校第五位代课老师又离开了 村长找到他 希望彭少贵能留在村里当老师 而那时他在外打工 每月至少有一千五万元收入 而当老师月工资只有一百三十元五奖 彭少贵想起了童年时的上学梦 毫不犹豫地接过教编 成为彭少贵河的第六位老师 我心里就是想说 那么如果我小的时候呢 就感受就是说 没有这个学习的地方 他们能到该入学的时候 他们像外边的孩子一样 有那么一个场所在里面玩耍 那么他们总算有一个学生的身份 当时学校共有四十四名学生 也是有史以来学生最多的一年 可是刚当上老师的彭少贵却发现 自从藤面河有了学校以来 学生每年也都参加了小学生初中考试 但是却从来没有接到过录取通知书 因为我们这里呢 没有划过哪个乡村或是哪里指数管理 所以就在这里三万六年就回回家了 就包括在九九年 我教的这一个也是一样的 心里特别是交接 但是那个时候这个没有办法 当年就是为了学生能继续读书 彭少贵一次一次的往县城跑 可是解决村庄区画问题是件大事 那时教育局也无能为力 直到一九九九年 凤庆县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心都在里边 这么多县里边都写到什么呀主要 都是学生的问题 生活问题 学习问题 在彭少贵家里 他给我们拿出了一个木头匣子 他说里面珍藏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物品 过去我们的合影啊 是郑习教授和他的妇人 下来这个寻址嘛 这是一张拍摄于一九九九年的旧照片 彭少贵说 照片上的这对夫妇是唐聂合的恩人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 藤聂合的孩子才有了今天 这里就是清华大学的蓝锡营小区 我们拜见了已经八十六岁的郑永熙老人 一九九九年 郑永熙教授受华侨朋友委托来到云南奉庆 为麻风病后代建立一所希望小学 并成立麻风病后代助学基金 他发动清华大学的同学 专希望小学 我发动年大的 来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呢 许多朋友 许多校友 都说这件事是好事 我没有参加 所以分分就装了一百的三百的 最多的呢装五万 也就是在那一年的奠基仪式上 彭少贵作为乡村教师进行了发言 当年的他给郑永熙教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会后彭少贵专门找到郑教授 提出彭灭河的孩子无法教学生初中的问题 那一年在郑永熙教授和当地政府推动下 彭灭河正式化归郭大寨乡松林村管辖 从此彭灭河三年级以上的学生 就可以到马海德西方小学住校读书 并且每学期辅助三百元 这就是在年我们第一批二年年过去 马海德西方小学修读的六名学生的 从一九九九年彭少贵与郑永熙教授相识开始 两人便书见来往 汇报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 基金发放情况 2003年 彭灭河的六名毕业生第一次生住郭大寨中学 如今照片上最小的孩子 彭兴隆 已经是云南大学的大四学生了 从此彭灭河不仅结束了 没有初中生的历史 而且走出了大学生 十四年彭少贵与郑永熙四百封书信 就是改变山里孩子命运的见证 实现自己的梦想 首先同学日要学习 不能写困难 因为要讲到经济困难就是正爷爷 他们就知道我们经济困难 他们就知道他们才给我们提供资助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理想 拿到郑永熙教授的信 得知陈兴隆终于可以读书了 彭少贵兴奋不已 他第一时间赶往陈兴隆家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和家人 快 我再邀 你的信 来了 这就是情况 你看你们的病情不好 不除非外 明初该生的一切费用 并向民众部门及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争取支持 陈兴隆今年17岁 学习非常刻苦 但是家庭困难 母亲在家务能 父亲靠帮人打零工养家糊口 家里还有两个读小学的弟弟妹妹 从小学到初中 陈兴隆都是通过郑永熙教授提供的书本费完成学业 而就在2012年年底 陈兴隆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无奈退了学 但是她心里一直有个大学棒 每天跟同学们一起生活 比如说我们的理想不需要 然后或者在家里 一个人就觉得说 万一我再也不能上学了 以后看到他们是不是就 就没有那种勇气 再去跟他们打招呼 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已经跟他们有的距离 就是 如今终于可以免除复读的4000元学费 这就意味着陈兴隆终于可以去继续读书了 彭少贵也倍感安慰 而且她觉得 如今唐灭河已经走出了两位大学生 陈兴隆如果好好复习 明年就能成为唐灭河的第三位大学生 因为陈兴隆终于有一百多人口 失灵儿童少 所以彭少贵实行隔年招生 负责学前班到三年级的教学 今年只有三名学生 别看只有三个孩子 彭少贵却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照顾着他们 知道他们家人一整天都要在山上干活 中午也吃不上口舍饭 彭少贵主动提出让学生到自己家吃饭 我就是每一星期就冬没点肉 我就是每一星期就冬没点肉 因为彭少贵每天忙着给学生上课 农活都落在了妻子身上 彭少贵的大女儿在马海德希望小学读五年级 小女儿明年入学 因为有了彭少贵 村里的孩子们才有了学上 可是彭少贵自己的求学梦却从未实现过 直到2003年 村里又派来了一位老师 看到学生有人教 彭少贵放了心 他这才鼓起勇气找到凤庆县师范学校 提出想上学 校长被彭少贵的梦想打动 最终决定免除学费 破格录取 其实他们在答应我之后 其实我自己已经是 那个那种直动的流水 其实自己已经是 自己已经是 2005年6月30日 对于彭少贵来说 是难忘的一天 那一天29岁的彭少贵 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张毕业证 整整二十年后 他的读书梦终于实现了 刚刚接他的这个 这也真的是个双手学 就像一个小孩 不如怎么演一演 就这样就哭了 一组照片十年记录 他是大山深处的一名乡村教师 他几乎用自己的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就是静静的在一个 作为人知的一个山脚路里 一个木头作为报酬 他扛起全村人的信任 妇女传承为大山孩子启蒙 2013年 讲述 寻找最美乡村教师 带您走进 照片背后的 王世明的真实人生 2013年 寻找最美江村教师 讲述战区方 用真心寻找 用真诚走进 用真情记录 寻找的角度从未停止 我们一直在路上 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 彭少贵一大早就赶往马海德西方小学 每年六一中心校都会给孩子们准备一些糖果和作业本 当彭少贵赶到马海德西方小学时 这才发现 这里的学生正在过节 站在角落的彭少贵被学生快乐的气氛感染 想到自己现在 虽然只有三个学生 但是他决定 也要像人家一样 给自己的学生过一个快乐的六一 为了明天的六一过得更像样 彭少贵说 他要把村里 已经到马海德西方小学读书的孩子都接回来 一起热热闹闹的过个节 第二天一大早 彭少贵就带着孩子出发了 他说要去滕灭河最美的地方抓螃蟹采野菜 除此之外 今天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安排 从上边那里就扔下来 今天因为这个鱿鱼干汗水 如果属于小 不然的话 这里这个奇观 有这么好看的 有了 别让他丢了 快来拿着 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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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大家呢 这个 写一封信 反正你们可以这样 原来 彭少贵要让学生们 每人都写一封信 邮寄给北京的 正用心也一封信 在写信的时候 老师给你们指定来指示说 我们这个写信的指示 叫你们格式 要怎么写 你们要把自己的心声写出来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 大家说 学习 对 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首先从小时要学习 不能写那些什么 不能写困难 因为要讲到经济困难 就是圆爷爷他们就知道我们经济困难 他们已经知道他们才给我们提供资助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理想给他写出来 你呢 我想当一名一身就是菩萨 哦 你呢 当一名一身 彭少贵告诉我们 自从1999年与郑永熙有过一面之缘后 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再见到郑永熙教授一次 他要亲口告诉老人 藤灭河已经不是过去的模样了 让我们担心双强 小窗河推开波浪 海民倒影着美丽的白帕 书着环绕着玉树红墙 在彭少贵眼里 眼前这些孩子就是藤灭河的未来 他愿意永远留在村庄守护这本希望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